同仁,大家早上齁,大家辛苦了,大家好。 我們現在今年第十三次的會議,先請秘書長先阻上次會議議事錄。 科室主管29人,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5人,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台記者,主席林副議長齊三,25分至下午6時起,又至63分至69分,求議員加進67至63分之,記錄猶豫化,主席宣告開議報告事項,依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法定人數。 二,秘書長先阻第十一次會議議事錄,主席林副議長齊三報告,原排定12日專題報告第六案,縣政府對豬肉瘦肉金 檢出這態度及作法,以第七案,如果改善本線治安惡化防治毒品氾濫及防止未成人學生抽菸等兩案,監詢提案議員同意後,報告順序復換進行。 執取事項,警察及業務執行其達戶,執行議員,陳孝仁議員,陳潔玲議員,黃定和議員,黃建宏議員,張明華議員,薛誠毅議員,劉天舞議員,林習明議員,陳鴻喜議員,江碧華議員,吳秋林議員,沈德茂議員,黃素晴議員,林志鴻議員,黃毅議員等。 答覆人員,高局長,瘦村,曹分局長,祖龍,秋分局長,顯良,吳分局長,佳旭,劉隊長,全員,李分局長,憲昌,許分局長,俊申,賴科長,漢翔,蔣大隊長,淑金,黃主任,清敦林,科長,仁村,陳科長,鄭亮,陳隊長,昌慶,市督察長,台安等。 其他四項,警察及業務執行議員,要求辦理提供四項令入,降魯復健,並行委憲憲政務辦理。三位下午六時十九分。以上。 好,請問大會,醫師有沒有意見?好,審查齁。 報告大會,其實這個會期的議程,是都排到漫漫了。現在,特別是一、兩天出來,就是要轉案討論。轉案討論現在,跟大家參加,結果變成十二的轉案。 所以,兩天的時間,一天等於要處理六、六月。 這是第一次請大家來集集到配合。 第二,就是載去11點盤。 我們本位董人,彈浩山、議員的媽媽,這個紀憲國別協。 我們是不是大家同意,有做宅店就來配合。 宅店就來配合。這個保安,好。 所以說,載去,請大家支持一下,其實包括說穗武教這個專案,一天也說一天了,穗武教那一天也說一天了。 就更建議啦,就是說結論啦,說要怎麼這樣啦,再去最早來處理,跟十一點最早來處理,第一和第二,請大家盡量來配合。 是不是沒有我們做一個,除了提案人以外,一人說三分千就好,這樣好嗎? 好嗎? 議長要說好嗎?這樣就好,好嗎? 好,我們現在請館長跟相關的,來準備。 來,來準備。 第二項跟第二項組合說還是接著接著來?請問 接著接著來喔,接著接著來齁 好,我們現在開始進行第一項 有關這個地價稅跟房屋稅加成的專案 現在是要我們先說還是要請官員先說 讓他們先說就對了,是嗎? 好,來 好,好 好,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大家早 那我針對於這個我們農社調高地價稅跟那個房屋稅加成的徵收政策跟執行情形做個檢要報告 那我們這個報告主要提供在書面大概分為四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前沿的部分 我們就榮花條例從89年開始開放非農民可以購買農地期 本縣的農業用地上大量新建農設,取得使用執照後陸續施作圍牆、擋土牆、違規填土、違規新增建建築物、水泥地、庭院造景機 其與農業無關之設施等超限使用情形嚴重 其基地雖邊列為農木用地 但使用性質已與建地無異,破壞農業生產環境 所以財政部在98年6月18日有函視 依行政院的戶稅改革委員會的決議意見 他請基建機關要加強查核農設未作農用之土地 並核實改革地價稅 那審計師也在101年10月30日也審核稅務局的業務審核報告中也提出來 本縣對於新建農設應暗連清查 不過在違規農設用地能與建不閒 為而遏止農業用地新建農設而為合法做農業使用 並促使現有的未作農用之農地改善 以落實農地農用政策同時實現地方稅受益原則 及社會負擔成本原則 經104年的地價評議委員會第八次會議 還有104年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通過 對本縣的農業用地調高地價及對未作農業使用的房屋 之房屋標準單價予以加價 那第二個部分我就對於這個過程做說明 那首先我們有完成法定程序有辦理預告 那有關地價的調整在104年9月10號跟17號 各項政公所有召開公告土地限職 含公告地價的作業說明會 然後還有在農地農業用地位做農業使用 房屋價價這個部分 我們也將這個有併入在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的 房屋標準價格充行評定的提案中有提出來 並將這個草案從在105年5月的宜蘭縣政府的公報有刊登 並同步在縣政府的網站及公報上有公告 那在法定公告程序這個部分 在105年公告土地限職跟公告地價作業 依平均地前條例第14、15及46條規定 由本縣各地政事務所收集103年9月2號跟104年的9月1號 買賣的實例編制105的公告地價公告土地限職之一去提交 地平會評定後在104年12月31號有做公告 那房屋稅的部分在104年6月4號有重行評定 這個有在104年7月1號施行 這個公告也除了在縣政府跟公所張貼外 同時也在我們稅務局的網站 資訊公開上下也同步公告重評的事項 那房屋稅的部分也有修正相關的行政規則 那這個行政規則就是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及房屋限職作業要點有報財政部同意備案 同時在我們稅務局的網站資訊公開法規命令下 有做同步公告 在執行內容部分 地價稅的部分是 農地公告地價平均調高237.07百分比 那房屋稅的部分就 一會做農業使用面積檢除合法 融色及資材4一樓面積後 按原適用的標準單價給予加價 那1000平方公尺再跟2000平方公尺就加價百分之百 那2000平方公尺到3000平方公尺加價百分之兩百 3000平方公尺以上 那農業用地會做農業使用面積小於1000平方公尺 其符合獨院室或雙病室房屋 有庭院造景或游泳池加價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百 那會避免從物課稅 躺同時符合獨院室或雙病室房屋跟農業用地 為作農業使用之防護者從高適用 那舊執行情形 我們有全面加強宣導 在縣政府的宜蘭 幸福宜蘭月刊104年8月 那時候有 第16月 述審新建農舍 杜絕違規擴大一文中有指出來 對舊榮社就是104年4月7號以前的 一般違規案件入案列管依排成處理 那其中若有農地為非農用者無法再想 想納田付優惠而改課地價稅 同時也依違規面積大小 房屋稅價價0.5到3倍 那北武地政處處依法辦理公告外 也做那個發布新聞稿 與網站自有公告低價調整 作業懶人包公各界參考 並對地政事不動產經濟業者 對辦理講習此外 北武綠色博覽會也涉彈做宣導成立 那另外地方稅務局的部分也是有做 除新聞稿外 針對地政事記帳事業者等專業代理人 還有鄉鎮公所協辦稅務基增人員 村里幹事村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總幹事等辦理講習 那講習位教材並公佈於網站上供各界參考 並配合104年11月地價稅開增 製作農業用地為做農業使用防護加價 宣導短件 有14萬0268件全面加強宣導 那作業方式對農設或其他農業設施 如為全部改革地價稅之農地 我們按地段地號由小到大列印清澈全部清查 在清查時如果發現位於清澈內的農地有為做農用 如放置模板停車場就會一併按違規的面積改革地價稅 然後再來就是交查 農業用地上有農設或資材室檢除取得合法農業設施 許可後之為做農業使用改革地價稅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則 再以為做農業使用土地面積檢除合法第一層農設及資材室的房屋面積 予以區分倍數 予105年1月底就逐按 發改革通知函給納稅醫護人 那對於民眾的疑慾處理方式 大概就是違規面積的認定 這個部分會經跟民眾排定時間 然後由我們稅務局派員現刊說明 那對於民眾 對我們稅務局認定的違規面積 民眾如果還有疑慾的話 我們就另送農業處做認定 那乳房屋稅開增為做農業 為做農用加價的統計表 如書面的我們一加價總額區分 還有一增加稅額區分 那總共有2267件 稅額的淨增加有4710萬余元 這個在書面資料請參閱 那另外對於歷年來清查 農地位做農用改客地價稅的統計表 也有在書面提供 總共到105年4月 總共我們改客的件數有9376件 那增加稅額總共有3320萬余元 那這個改客的件數就是我們在我們查的話 這個有包括以前年度的清查件數 就是以前可能沒有違規 可是現在查又違規了 這個是有再重新再查的 那具體成效部分 我們截至105年4月直 自行改善或補取的 容許證明的案件有11件 改善的面積有10123平方公尺 那最後結論的部分 本縣農地違規使用相當嚴重 未有效遏止繼續惡化 原對於違規農地調高地價稅 及房屋稅加價 主要的目的是為 維護基本社會增益及戶稅公平 希望藉此導正農業用地做農業使用 民眾只要回覆做農業 並經查核屬實 除可恢復課增田戶 以及免徵地價稅外 那房屋稅也可以降低 加價倍數或不予加價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好 提案人5分 其他3分先這樣好不好 拜託拜託 提案人 黃議員 這個主席 管理長 三位處長 各位當時 你說有什麼選項來講 民眾一定不瞭解 包括議員都不瞭解 所以我們在外面來講 聽到聲音來講 就是說 管長 這次稅金一支加下去 都加百分之 三百 四百 兩百 外面的聲音是這樣 沒有你自己說這些過程 你可以想到有的人 他算有的兩姐妹 他們老爸一塊塊給他去 他是公務人員 結果蓋下去來住 古廚不住來去住 結果現在接退休了 接受到怎樣 那個稅金來講 他說 起廚是要住 很快樂 很開心 結果目前堵住的來講起來 在煩惱 在慈懲 起床所帶來煩惱 慈懲 所以說這來講起來 我是覺得說 管政府有時候 你們在講的 你們要求稅金的 你們要走的 你們要做的 一定有你們的理由 沒有啦 但是你們要想 民眾可以接受 你一次的稅金 一次去 去這麼多杯 他會動力嗎 他有那個財源嗎 他會動力嗎 結果他去的景色 是貸款的 借錢的 還要稅金 他有法度嗎 其實說的 要替人想一下 你說要求稅金 為中來講起來 你說要做 要向他 加上生活關係 你看你的土地 為中 結果 我就是自己告發 我要自己告發 因為 沒有犯害到 公共危險 沒有犯害 公共危險 你去告發 要去發發錢 你沒有 不用去去聽嘛 因為他把自己的土地 他的公共也是一樣 譬如說 他的規定可以去200坪 他可以去250坪 他就這樣 要發那50坪嘛 你也不用去去聽啊 哪就去聽 對不對 你去告發 他的土地 他沒有犯害到 公共危險 你怎麼說起來 你可以朝向這坪 你目前就好啊 現在你們 聽地圖的 一樣出在外面 我們就要朝街民眾 都一樣 對不對 然後來 就要自己聽 你去看 結果 處處的人 起一間房子 很難得 但是 他 有時候會去到什麼 建築書 來講起來 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他也這個建議 說可以這樣去 結果 這句 發授時 他才知道 他才知道 對不對 他才知道 我現在是 我剛才 管理人 我剛才有自己 報告過 我是說 希望像這種 你別說 一定要去去聽 你別說 你別說 你不論你的合法 是可以去75坪 你 多去20坪 我怎麼自己發 用法的 讓你開支 讓你發 你來報 你不一定要去聽 如果 他那裡有危險性 有人影響 人的視線 影響 人的一些問題 這你可以來考慮 那不然 我是覺得 目前 我去台北 也有很多好朋友在問 說到這個 說在聽 我們藝人要聽 怎麼就聽 外觀市 怎麼有人在聽 人也是用這樣處理的 我是覺得 用這樣 比較廣度才對 你說 最近 像 說 蓋下去 說的 其實說的 是自己蓋兩杯 三杯 三杯 結果他現在在外面 跟你說 管長很可憐 自己蓋三百杯 自己蓋四百杯 但是他沒有說 一百開始說的 對不對 他就跟你說 你蓋三百杯 蓋四百杯 管長很可憐 農民很可憐 他又這就像他嗎 對不對 我是說 希望像這個 可以 你一聲來說 他說 我們剛才都會說 民眾沒有人知道 跟裡面的議員 也不一定會知道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你要蓋這個問題 來跟他說 是要 抗理相關進責的問題 你目前來講起來 你現在說就好 我包括我 我現在要蓋一間農車 我不知道要怎麼蓋 要怎麼蓋 我都沒有用地 我一千五百幾平 我要蓋 我也要蓋一間村 我一定是 種菜啊 種什麼 有的不的啊 種素材水果啊 但是我們不用 我們蓋 你有到十三百杯 標準 給那個主計 對不對 管長你可以蓋嗎 好 好學姐 張民華張議員 議長 管長 來 管長 其實我們這件事 我們很正在稅務局這個 工作報告裡面 大家也問清楚 其實說這個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疑慮 房屋稅條例第三條 它特別明定 房屋稅 要附著土地 以各種房屋 及有關 增加該建築物 使用價值 資建築物 特別提到資建築物 為課增對象 並不是土地這個問題去課增 當然 包括我們這個 尤其是我們縮田裡面 特別提到 特別提到 財政部 98年6月18號的韓式裡面 他們決定說 為這個農地使用 應該改革增 地價稅 改革增 地價稅 包括我們的審計師 裡面 我們的審計師 說 同時實現地方 稅益原則與社會成本負擔 要考慮一下 這個農地 農地的問題 地價問題 完全沒有提到 房屋稅的這種加成的部分 所以說 整個在司法性 可能就是有一個餘慮 有一個餘慮 第二點 我總是說 其實我知道 為了實行 土地公平正義原則 去執行這個目的 這是用手段 不就是大家 可以回合到農地農的精神 這是手段的 但是 如果這樣的時候 大家一定有一個 說 到底法律上 這樣可以使用嗎 這是民眾的威力 第一點 就是說 目前這台已經在推 已經在執行了 但是這裏的執行內容 我就覺得說 還是有瑕疵 第一點 就是說 我不知道 我們實際上的那個 面積計算 我記得 如果看你們這個 同時會議紀錄 是 原來是 合計 龍色面積 還有一個 建築面積以外 其他都要扣除 後來 在會議紀錄又有修改了 修改 有剪除 農業設施 我記得 他們當時的會議裡面 討論是 說 把一些 我們政府合法 跟政府機關 合法申請的部份要扣除 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我們了解 農舍新 這個時候 有一個農舍 申請 再有農路 可動裡面 還有製裁室 還有什麼 塞骨廠 還有一個 早期 我們農舍新 有一個農舍新政 旁邊還有一個 40% 40%的 以建築 農舍建築面積裡面 40%裡面的 體能面積 你這個 我不知道 你這個 有去算嗎 我最怕的是 我們管政府要依法 執法 執法 要去 要求民眾 來符合我們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要算他們 要去切施行 他合法申請的部份 並沒有完全減除 這個部份民眾也有餘慮 有餘慮 所以說 我希望說 真的我們在執行的法律層面的時候 也考慮到 我們合法價格 也要扣除 也要扣除 我們這樣 都分在一起了 我現在所得到 你們所驚出來 所驚出來 這個課稅的那個公文 相當於我們的 稅務局本身的儲吻書裡面 它的面積的計算 完全沒有提到這些部分 沒有提到這些部分 所以說 我希望你們自己可以 首先先請查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些資料 並不是你們自己的稅務局 可以拿到 也不是農業書那邊會有的 為什麼 有些是在建管單位 你們要去建管單位找資料 因為我們農舍 可建築面積 經過好幾次的演變 這是最早的 最早的標準的行政 過來後面 我們還要去10% 在前面計算 這就造成 有農舍 沒有農路 甚至農路只有75公分 那最近 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跟縣長反映的時候 有請我們的農業處 修改了 可以把農路 在後續來提出申請 但是 這是 第三段 現在沒有就是 七一角落 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這整個的 農舍圈型演變過程 有好幾階段 不同申請方式 不同的面積計方式 我是希望 我們去年 89年以後都執行 在這段期間裡面的一些 我們這種 依法給的面積 都要往前把它扣除 不要去遺漏掉 這樣 民眾對我們的疑慮就產生很大 希望稅務局這邊再檢討一下 好 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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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席議長 縣長 各位處長 跟局長 簽隊 我們這次農舍 調高 地價稅 跟防護稅 我是說 戶稅一定要公平 最重要戶稅要公平 為什麼呢 我現在只看到了 好像有些 我們的 扣稅 不公平 大幅的 有夠了 都不用 你的價值也不一樣 所以說 我覺得很懷疑 他們家的房子一間房子 一百萬 七八十萬 你同樣是用零點多少來 那游泳房子要加百分之五十 水廚也要加百分之五十 有奇怪的事情 那房子去水面的 去水面的那種 那時候高車上去去 去水面的那種 那它庫洞 不然 現在也有幾個 那錢也錢得漂亮得這樣 在觀賞用 你們說那個可以 這都很懷疑 所以我在這裡說 要求稅 一定要公平正義 要公平正義 那逐漸稅也 來扣 來扣 我是覺得 我們這次的價值稅 太快了 也太急了 應該是 要好好來檢討 要來遏止農地 做非農用 逐漸 逐漸 這件事來做 這件事一樣 好 我第一次 我第一年給你求 多少就好 別說求我 百分之一百 我第一年給你這樣 我給你機會 半年裡面 還是一年裡面 來改進 你能夠改進 我稅就給你降下來 你不改進 我就再加倍 讓他有 逐漸 逐漸 來這個印象 所有的憲民 都可以了解說 管政務的決心 好 你現在為貴 好 我第一次先給你健康 給你求 百分之五 還是百分之幾 多少就好 再來 第二次的檢查 你又沒有改進 我就加重 我就加倍了 要怎麼加 這樣 讓所有的 我們館民都會知道 要去處的人都會知道 這樣 我看 再不做成 再多的民怨 講真的 這個 這個 外面的聲音很差 對未來 說真的 民進黨要繼續接政 我看就很困難 到處去 大家都跟我說 你民進黨 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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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危機很厲害 大家就是 八線都沒有修法 政府還沒有研究的執行 所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所以我是希望 管政府 這個方法 應該好好去收購 好好來做 讓這個 稅庫 讓大家覺得 管政府 的決心 是怎樣 讓大家知道 不安心 尤其 我們稅庫 我覺得很不公道 把我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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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派兩個議員 派兩個議員去 你也說 我們議員幫你幫忙 好 林徐兵 林議員 管理好 主席 各位主席 請問農事 求席 我是贊同 對於我們孫子 很多農地 我贊同 請問 請問 分成說 真正 造成的 住農事 跟沒有造成的 住農事 不可以用一千 兩千 三千 用 真正農民造成的 你去看就看有了 他在造成的 要農事 你去看這鄉修的 分成兩類 第一類 真的造成的 真的造成的 比較高 沒有這鄉修 真的造成的 你用一千 兩千 三千 當然真的造成的 不可能到三千 大部分都一千 一千 一千 所以你要分 所以你要分 不能不分 我是覺得 農事 這樣 合情合理 我希望 官僚 發規定 規定 好 起農事 你看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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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聽了 他就是不聽了 不聽了 不聽了 你管政府 在建設 家 他現在公關的 提出要來提出 為了八成 比較緊張 自己就去提提起來 比較疲的就不聽了 我先來講一句 政府 會發規定好 規定好 叫八成修法 我這裡來建議 官長 現在以前 幾個農事 申請的當中 每次都要先建原音 都要在建了師층 喜歡而逆 或者之後就在福利裡 建了師층 認可 可能要這樣 我是希望 要求 لي 花 好 反正幾位,幾位你怎麼就叫勞勞,不要再去那裡勞勞,要再補勞勞 你的使用管理勞勞,要確定再聽,我說這都不要再去勞勞,叫勞勞勞,不要再去聽 這樣,發規定就好了,這樣,拜託館長,一邊都行 不可以做的都不要去一邊,我是覺得這樣對社會公平,因為以前幾位來都這樣做 我希望這兩點做得好,我希望切瘦一下 官僚,你想要,税金家庭給你做這樣,民調十足落 我聽說,我們的政家稅收有四千六百幾萬,我們政府跌到一千八百幾萬,你用命這樣 對嗎?不過我贊同說真的要求,求公平勝,有的有對,有的沒對 你要想說裡面這塊,你看,求這塊水水,我不用這麼求啊 我這外面看的,超大便宜這麼多,豪宅這麼多,你這幾間而已 以前說100萬以上的,拿出來收費又不一樣了,剩五十萬而已 我信不得,我們那個水泉處的公子,路政家庭面前有100萬的意思 好 謝謝 陳漢中 陳議員 感謝台會主席 各位同仁 館長 局處長 大家很早 我要就教 李署長 請你申明一下 地價稅部分 立案的非營利之人民團體 難道不能適用土地法 前編規則第2章第8條第5款規定嗎 請你申明一下 地價稅的部分 你現在說農地這些地價稅這些保安 我不要問農地 我要問人民團體 我上面有告訴你這個保安 你也不幫我答案 我現在問 問條例嘛 地價稅的部分 立案非營利之人民團體 難道不能適用土地法 減免規則的第2章第8條第5款規定嗎 請你申明一下 有關公益的社團的 那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 他地價稅的部分 一般就是我們 他有申請自用住宅 然後一個人民團體 公益團體 然後來那邊試 假如他本身是屋主 他本身是兼那個理事長 然後他也沒有特別用一個辦公桌 辦公桌 也沒有活動場所 那我們還是回歸 會用自用住宅用地 假如他有一個辦公室 然後請小姐 這個會按面積 可是很多的人民團體 已經都說到 你們 稅務費的下載 你們都要申加稅 這有符合你們主要的目的 為何基本的 社會正義嘛 再來 房屋稅的保分也一樣 以及我們房屋稅 條例第15條第5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的保分也是一樣 本身在這裡 管長也在這裡 要求我們理局長 你們不要這樣 人家都去做社會學務的 你們這樣有道理 蓋錢也不是蓋這種 要公平正義 你的專案報告後面 你也寫得很清楚 可以這樣嗎 現場 人家都在 都非營利的 人家都把我們管政府 把社會去做工作 不要這樣 好不好 你們再查明一下 某一條文就要跟他們說 你們這要加稅什麼 你不要再現 您現場不義了 假如有課的 有利益 沒關係 很多團隊都一直以反應 好 謝謝 我們請4號 張議員 議長 各位議員先前臨管長 各位局長長 各位議員貴賓 大家以前 我兩次來在這裡 管長長長 局長長來做歡迎 第一個就是說 不管是地價稅 房屋 他在頂的時候 稅基會跟我們更多人 你要發那個背索 你就挑地價稅的時候 我們要再加那個背 這個是特地要好好檢討的地方 第二點 要認定的時候 目前管長 管長可能要不太清楚 外面的這些變化 他們在 要發這些 所謂說要營收這些房屋 到底是多長 要怎麼認定農地匯農用 農是怎樣 林口措殺100 會不放過一個那種的心態 下去做的 就是說 剛才 張明華議員說的一樣 這些東西申請並不是說 你稅務局 設立的單位來 你就反正把它放出去 放到最後 未收山的時候農業儲 這才是建設儲那邊 建設儲那邊 那些部分 所以前的設定人的東西 不一樣算在裡面 甚至他農業儲當時 在設定的時候 有企劃輔導課 也有水土保持課 也有農務課 這些事情裡面就做不好 要讓他看科 看處事 這個處局 看局處的部分是要怎麼去獎學 所以沒到沒了呢 就是這樣 大家這樣 人心煌煌 如果科 師傅說你可以很明顯 讓他們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樣 還有一個認定 農地非農業 他們現在的生活 只要沒有保產 沒有地方在裡面 就是非農業 用這種的生活 我覺得很沒道理 很沒道理 經營有裡面 同學說 這個上面就 散酒 這樣不適合 延續 延續 散酒不適合延續 延續是很多種類 不一定說 你像那些人 全山也要種土豆 種 漢籽 種菜頭 都是很好的 先說山 只要不能種農場 種也可以種籌 種也可以種籌 種也可以賣 籌 農民要怎麼種 我們 事實說起來 只要他不要把他抗抗起來 做做境 做遊行地 我們只能做認定 就對了 我希望這個認定 上面 也要做檢討 當然 如果可以 檢討 什麼 或者是說他 回合後 讓他們還可以 申請起來的時候 那些水 就可以在後面 可以讓他們有機會 這樣才能夠鼓勵 他真的要變成農地農業 我就 歡迎到這裡 請館長和國主長 可以做相當的考慮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邱家俊 邱議員 感謝議長 林管長 三位國主長 各位董人 各國主長 各位董人 各位老早 對 我們現在所說的 這個 調教 農舍 地價水 跟房屋水 這個問題 這段時間 已經很多民眾 提出這個 不一樣的聲音 要把管長來 反映一些這些情形 我相信 管長你在國行町 都有很多 很好的朋友 應該是都有人 幫你提供相關的資訊 經過這麼多議員的建議 跟非常反映 我們最大的感覺 就是說 承辦人 稅務局的承辦人 他說過度的擴充 因為你針對農舍的違規 是不是 特教什麼樣的標準 的東西 應該是要被董農業處 還是 這個地政處的相關人 去做實體的探索 我們記得 這個農地 起農舍 起好之後 如果在路面的管道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填土 是不是有違規 這個情形 應該是由 專業單位去做認定 但是我們的 稅務局的承辦人員 都自行認定 這相關的擔任案件 不斷不斷進去 我們稅務局 我相信 局長跟副局長 接受到很多的陳情 我看我們副局長 就像烏托昌營一樣 在葬營 結果對相關的擔任案件 處理到沒有了 很多都是我們地方稅務局 過度的解釋 過度嚴苛的解釋 讓很多相關的董事人的擔任 造成說 我們管政府相關的 給我斷的困擾 也因為這樣 民怨不斷地出來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保安是不是 三位局長 都已經在 我們的這個報告台上面 是不是 我們三個局長 應該沾對這個情形 做一個橫向的聯繫 不要讓承辦人員 有過度的擴權情形 這段時間 這麼多議員 接受丁情 還有一個情形 另外回歸到法治面來說 是不是希望說 我們依據 土地稅法 還是防護稅法 頂頂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 求助這個保安 訂定 知識條例 讓這個 增加課稅這個保安 可以正式的一個合法化 讓這個 做我們做 政家稅收這個動作 可以不要讓人民的這種 這種 這個怨氣 這種怒氣 發到議員信政府身上 我們要做這個工作 當然 有很多 我們 很好的動機 我們希望這個動機 不要讓他們去佩世 還有那麼大的賣完 我相信 我們 藝人信處長 非常清楚 我們在處理 為貴農舍 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處理案件 都是 過去我們執法面 不夠嚴謹 才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這個案件已經 已到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 江碧華 江妍 林管長 其實 大家非常關心 針對我們藝人館 尤其今年 或是說今年開始也好 或是你就任何為止也好 對這個農地的管理 大家非常了解 你是用心 要來改變 這個整個環境 恢復這個 我們所謂的 這個農地農用 能夠真正符合 我們的 照顧我們的環境 照顧我們的生態 以用性經營來說 是對官民是優惡 尤其我們不能吃一些 有良心有安心的食品 尤其中美 頂頂 這都是 官儀會是非常的支持 但是在進行過程的中間 應該是要 漸進才漸進式 如果是用一刀 把它做一個 直接的切割 可能長期以來 我們在 所謂農民 這個生態 你鄉鄉 一刀要比一面 我們沒有鼓勵 宜蘭官 到處都用去種 這個 所謂的 卑墅 但是我們要非常在進行過程中間 要符合公平和正義 所謂公平正義 對我們古農優也好 這個新農優也好 我有一點 我是覺得農業家 這方面是不是自相矛盾 官政府在鼓勵 我們現在是節能減碳 對這個愛護我們的地球 鼓勵我們的這個 種植利媒化景觀等等 當然 符合我們的這個利媒化也好 這方面 在這個地價稅也好 房子稅也好 你來加價 我相信說 應該是要 扭定一個 可長可久的基礎 而不是說 稅務局 按照建設處的 當時申請的這個規格 不符合 我就幫你考慮 出來都幫你做為貴的認定 應該是要從通盤的考量 而且 第一個 我們的宣導 我們的政令 政令要詩詩有名 就是說 我們這個政令要實施 我們起碼 要讓八成 有一個反送籍 當然現在 使用這個聯繡來處理 讓你改善空間 你沒有改善 我就要按照多少給你交流 當然這是說 你鄉修 高級的鄉修 當然是要 使用者護衛 這個公平正義 但是我是覺得說 在實施的過程中間 是不是我們農業處 建設處 地政處 稅務局 相關單位 應該 中心再來做一個條件 無論你做這個 一千 還是兩千 還是三千 我們應該是 要做一個通報告 還有尤其 現在 鼓勵 尤其農業的設施 這方面 我們也要做一個 前盤的考量 這樣 讓我們的經濟 包括我們議論館 這個農業政策 好 謝謝 余秀議員的指教 觀眾 你走得好 來 大家看得我這麼直 沒有 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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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謝謝大家議員 看起來真的是對 觀眾的改革 對 政府的公平 大家也是 很 提亮 很理解 也算幾次 其實是這樣 觀眾 特別 我個人意見 大家聽見 我們現在很多 行政措施 都 法律民室 有人 我告訴我 突擊性的 突擊性的 突擊性的行政 行政措施 你防護稅 你去年六月二十 說過 你去年七月二十 開始四十 對啊 你說怎麼算斷 現在人 你現在一年四月 跟人家通知 人家改善 你說分兩斷來收 好 其實是 感到 做到 這的路 做到 這年 從六月生 這年 這樣說 還太強了 所以我 我建議 對這關 這個 稅務的重大變革 就 突擊性的 不要跟你說 突擊性的行政措施 說 稅務的重大變革 在執行面 因 多福島改善 如果要改善 我們行企無行 我們就是要 讓他改善 跟你說 你的生活是改善幾次 改善 改善 你不要再分兩斷來收 對啊 你實在是無理 你去年六月二十五月 七月一人生氣 你今年四月一人生氣 你今年四月一人生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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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重大的 這個 稅務變革 啊 在執行面上 因多福島改善 以法國的 容許犯罪 從善如流 對啦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是建議 包括區議員 包括很多議員 都有說到 如果說到 我們是建議 以第四號二十八條 送本會來 來 來審議 共同來承擔 共同來 進行改革 第四號二十八條 第四號二十八條 要我兩一篇就聽 下列四項以自治條例定資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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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設 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 基民之潛力 義務者 這 中台影響 影響 反正就 要選擇 管理了 第四 其他 重要事項 進立法機關 易捷因你自治條例 禁制者 不要跟你說 做奇怪 做建議 請問大家 好嗎 好 那我們這個專案 就討論到這裡 要說嗎 要說嗎 好 來 好 請館長 好 台北主席 鄧議長 林副議長 各位議員 申請 其實這個案 剛才大多數的議員 都有國別的看法 我在這裡有幾點 這個很清楚的 這個政策的損失 第一 宜蘭政府 絕對不是 以財政的目的 來做這個 這個家事 或是政家 稅收 這個手段 基本上 這是演習 第二 就是說 國議員都知道 如果這些 現實是 發生的這些案件 他們都不超過十分錢 他們都是真正的農民 我們一家人就找不到 所以幾歲 如果在選區裡面 只要是一個 是真正農民 或是在經營農業 你都一家一家拿來 我一定要要求 我們這個專案 收拾 一家就要找 要找 我就拿他 第三 剛才國議員都說 就是一個重點 在這裡裡面 一定要有分 就是說 他跟萬一 要去政家跟我們住 大家要知道 農民 是怎麼叫做 農地免稅 就是保障農民 這是農民的 特有權利 你要經營農業 跟農產品的交友 是怎麼免稅 這也是保障農業 跟保障農民 所以 大家說到 我們要保障農民 我想騎到農民政府 跟農民委會 全體的官民 我們都要保障 這個基本的計劃 所以其他的部分 我們就要來分 說 是不是說不 在法律 來說 農民政府的公務員 一定要以法行政 在這個過程 不管是不是 去年開始 有這個 比較陸續這個管理 過去 國議議員都 經常在 服務案件裡面 一個委屈的 非道市 土地 一間法庭上就要開6萬 上官要開到30萬 而且是可以連續告發 我們今天 我想說 我們 當中市地 這個 為貴已經 造成這麼大的 這個政行 其實 民眾不可以說 因為他不知道 我們法律可以說 不要把他法 這我相信 國議議員都很清楚 為了要 主缺違法 我們在檢查年 開始啟動這個案 要求你們這個地政單位 要是農業單位 要是稅務單位 要是稅務單位 違法行政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些措施去匯應 這當然是 檢查年以後 我們在當中的相關 集中的一個措施子 所以大家要提醒 我們這個苦心 基本上 我跟國議一樣 算不算都很厲害 跟這個時候 我不用去做壞人 剛才 宏明所說的 來民主黨這場一定要有基本價值 我也不會說 無理無理就去做這些事情 也不是說康刑 也不是說 基本上 跟 要去這個地方 要去鄉收 我想他就要付出代價 所以 房子稅跟地下稅 都是有一個過程 剛才說的 改善 一定會讓它改善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人好一個案 大家如果覺得不公平 像在房子裡說的 應該要求的 要不要求 要不要求 要不應該要求的 就不要求 把公平性處理好 要用稅有一個好處 這不是規法管處理 大家就是存在所緣跟所緣 但是稅的部分 剛才郭議員都說一個重點 稅務局是最末端 最前端還是地震跟農震 要去認定說 它的土地有按照整個圓地用 這我們就要補充 如果沒有用的部分 我們把它付出 但是它剛才已經把我們用了 它付出代價 我想這是應該的 所以基本上 剛才議長也說到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這個措施做到這裡 現在農業處在原定一個自治條例 跟我們的違章建築 建設處在原定自治條例 剛才說的 我們這個事情 不要經常變作 過去我們都用一種操作模式 管政府變成議會太調 我們就算是維持就可以了 但是法律沒辦法這樣 現在現代的社會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在今年度和今年度 我們就變一定的意思 所以必要的部分我們要做 但是什麼樣要做 我想我們未來對維持也好 對農地已經有一部現象 我們要變作一個因地制宜的作法 所以我們的主題條例錯案 我們也在建築 所以我們這都是有一個演習 所以這個過程大概要檢討的是 真的普通比較不夠 這個部分我們要切實來檢討 這種有比較大的變異 因為去年在普通的過程 有一些事情 這樣說 大家可能那時候 沒去看到這個變化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做不夠 我們要來切實檢討以上 好,謝謝 好,謝謝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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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說一遍 我是直接來 正enos 因為館長你這樣說下去 其實 你怎麼把 ego 其實講的 我們是騎菜的民意代表 一定要自己說 要建議 這樣要述糞軟軟 讓你們民進黨 後來跟 виде貴民黨來做 Fernando 我們可以替 vegan 這樣,你通過 那你既然要這樣叫,來講起來,你拜託,你現在站在地上就要叫他移動起來。 人靈靈讓你合法的地方,你就沒辦法讓人,違法的,人要讓你發。 你不要再去跟人家交叉,不要去跟人家騎嘛。 這樣可以嗎?管理有可以嗎?可以你點頭一下,你還不敢點了。 如果可以這樣,沒關係。 你有當時來講,不要這樣騎擺,今天他一間家裡給你繳十幾萬起來,結果裡面也有種水垢,裡面有三張手。 你們娃娃好像想要去草仔跟他一樣,好像是有超級別綜,這樣沒道理啦。 當然,他給你繳水繳十幾萬了,結果裡面有三張手,會變成種水垢,這樣你也不放進去。 我告訴你,管理人家,這個不行啦,這種不行,這麼沒力。 尤其我告訴你,你如果這樣說,有一間,大家都有看的啦。 你運動公園在那裡啦。 他的房子就這樣簽簽了啦。 結果,現在還要去那裡,後面又放一個平頭前,又多啦。 那如果照合法,我們去繳一下,那間房子都要去繳一下啦。 那你依心依心,你敢去繳一下嗎? 但是你也是,幾乃,他以前這個合法的,你沒去繳水。 後面,這些,你也要去繳水。 但是你也不用你頂多,要去繳一下啦。 他既然,他要享受這個東西,他付你的稅金,你不可以去繳一下。 這才是共同,你不可以繳一下就要這樣啦。 好,醫生。 好,謝謝。委員,三文政。 縣長,我們的三位處長,郭同仁,主席。 其實我沒想要說,但是,縣長後面你聽你講這些話, 我真的感覺說,縣政府有點是羅勒一個陷阱,讓人家陷進去。 然後你們用的是農地農用,依法行政,然後現在要給他繳水。 你使用者附會,你就應該嘛。 因為你比較有錢,你就住那個大廁所, 所以我就用這樣的一個稅金給你繳。 在我們的縣民,感覺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之前我們在發這一些的證照的時候, 你沒有跟他講,你也要這樣,我就要給你繳水。 而且這稅是絕對是比人家大很多。 沒有。 現在你收起來,在你的任內,將近了七年的任內, 你發了多少的證照。 之前的縣長發了多少的證照。 他們都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你有沒有意見說,我們要這樣做呢?沒有。 當然現在你們用那個大帽子,絕對沒有辦法能說, 不對,農地農用對不對?對。 以外行政對不對?對。 但是呢?讓人家感覺說,你就是先跟你說, 好,這樣可以,你來去沒關係。 但是後來,你就用這樣的一個,這麼嚴苛的一個說法, 讓人家感覺說,啊,你們真的是把我當,把我當攀子, 你給我爭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我們的縣政能夠很順利的推展。 這些農地農用,確實。 其實,我之前說了,很多的我們的糧田, 要跟它糾了,那屁一樣, 只要去一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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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公公。 這是現,我們的政府沒有很好的一個規劃。 但是,你用現在後面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要來遏止它,然後懲罰它, 希望它能夠改善,你想有可能嗎? 因為我感到過錢,但是沒有辦法改善嘛。 我們原先的目的就是什麼? 你要讓農地農用,而且能符合我們的正義的原則。 但是,這個施方法是絕對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真是非常,非常讓人家覺得不恰當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希望呢,我們要做一個改善, 怎麼樣來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正本青年就是,怎麼樣來恢復這個農地農用, 然後我們在這個法的時候,能夠解決。 好,謝謝。 不錯,說你不錯啦。 官長啊,你大局長啊,實在是卓士金揮啦, 以前這個,你現在警官後幾百一、五十、幾百一百, 以前是被鼓勵的咧。 那個宜蘭新的時代是被鼓勵的咧。 你到政策,你如果做過,你也沒有, 穿中茂啊,穿茂林啊, 還有什麼,穿新衣啊,穿新衣啊。 穿新衣哪有你們海上菜嘛。 他就是說鼓勵啊,哇,怎麼創我們對了, 結果說,秘書町就沒辦法做。 好啦好啦,就這樣啦,這個專案就到這裡啦, 我們剛才建議這樣做一個見聞了啦。 好,謝謝大家啦,謝謝大家,這麼支持啦。 我們現在來進行第六個專案, 喔,這個吳議員所提的啦, 健康休閒室和市立重劃的, 種種進度的專案。 好,來換人家。 好,謝謝。 好,就專案內容, 請主管局處報告。 來,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打個高讚。 那個吳議員他所提的, 大概有兩個案子, 兩個案子。 一個是, 郊西健康休閒專用區,就是別墅區, 別墅區, 那市立重劃開發的情形。 那第二個就是, 臨美農村設計土地重劃。 我簡潔餓藥了, 首先開始就我們那個休閒別墅區, 來向各位議員做個報告。 好,那個我們知道, 郊西轉運站, 在一百零三年, 十幾個月已經開用了。 現在管工履次增加, 那我們的交通車流, 急需透過分流的手段。 那來改善目前, 那假日用塞的情形, 我們像我們抬九線, 要那個, 到頭層交流道上去。 那時候呢, 假日假日的時候, 塞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辦理這個勢力重劃, 主要是說, 讓伊朗火車站, 郊西公園, 碳溫泉溝公園, 及別墅區, 構成完整的道路系統。 不忘記了, 可以在這裡洗掉, 不然還在大Q線那裡洗, 所以可以疏解交通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這個範圍, 範圍大概是在東邊, 它是以郊西都市計劃為邊線。 南至郊西都市計劃, 56號道路為界。 那西日健康休閒專用區1, 以郊西公園中正北路。 那北起郊西都市計劃, 81號道路為界。 那整個面積呢, 大概是很小, 1.898公頃。 那至於我們的重劃那個負擔, 我們那個會有兩個負擔。 一個是我們說用地的負擔, 是32.04公頃。 那費用負擔是7.9公頃, 大概是整個負擔, 它是大概8.40公頃。 這些人將來在實施的時候, 一分回來, 會分回來, 會分回來, 現在目前, 目前, 我們在104年, 6月6號的時候, 那個都市計劃, 大概過了, 我們先舉辦一個座談會。 那在104年7月6號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 那個市地重劃計劃書, 報內政策審核。 那同年, 它12月28號, 就準於辦理了。 這樣子, 我們在3月9號, 真正的公告, 市地重劃計劃書。 那同年, 大概12月, 同月呢, 大概就舉開說明會。 那, 我們為了知道, 我們說配合, 因為這裡有很多, 所以, 我們在公告期間, 公告期間, 我們先啟動, 那個就是, 樹木移植的調查。 希望說, 在好的區域裡面, 保證樹木移植的時候, 會比較圓滿成功。 那至於其他的, 其他建築改良物, 我們會依序來辦理。 那, 大概, 吳議員所關心的, 吳議員所關心的, 大概就是我們說, 16號道路。 16號, 16到以北這地方, 大概有很密集的住宅區。 他們這樣出出去, 通行就很方便了, 很方便。 過去當然是車子不很多, 但是16號道路, 將來闢, 闢成12公尺的時候, 他們現在要出去的時候, 那時候, 車的很多, 很多, 所以, 大概應該說的, 就是說, 鄉親, 關心的就說, 這裡, 會做生意, 現在出出去, 沒什麼方便。 那,現在我們大概基於, 基於第一個, 就是我們說, 交通的順暢。 第二個, 我們是大概人民安全, 人民安全。 所以,大概對, 綠間道這一部分, 有一個想像, 有一個設計, 設計, 主要是兼顧行車安全, 還有保障民眾的權益。 那, 就是, 我們也這個, 也那個, 因為那是那一次, 那我們在舉開, 勢力通過說明會, 因為那時候, 剛好, 林美, 聽證會也在舉行, 所以, 我叫林美聽證會那邊去了, 那這裡是我們副作主持, 副作回來給我報告。 所以, 我們在4月1號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 邀請那個代表, 大概小代表, 他來, 我也聽他的意見, 那時候, 社會人也有幹部處, 我們建工科, 還有, 包括我們規劃一昌, 有些, 一昌的工程規劃公司, 包括他都市計劃, 包括他們的,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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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陶家, 沈博士, 沈博士, 馬龍來, 好好探討, 跟聽取, 小代表的意見, 那當然, 我們都會一些規劃, 還是一樣會規劃比較多, 上一點點, 那至於最後的結論, 這個是, 我們大概107年3月, 我們會交地, 我們會交地, 那這個大概是, 我們說那個, 休閒健康專用區, 就是別墅區的, 市地重劃開發的情形, 那再過來就是, 我們講臨美, 臨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我們知道那個臨美社區, 他活力是非常強的, 在100年, 在100年的時候, 他農村再生, 大概是府裡面, 或者是農委會都已經核准了, 但是我們說, 他, 他劃定的那個範圍裡面, 我們知道, 他對於什麼東西, 他在這條件的時候, 有時候現在農村再生, 他有一些, 需要的土地, 需要土地, 因為都沒有辦法出點, 沒辦法出點, 所以縱使有那農村再生計劃, 也都沒有什麼好,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 農村那個, 土地重劃, 那農村土地重劃, 這一部分呢, 我們知道, 就是第一個, 先期規劃, 由他們協進會委員, 他們協進委委員, 在今天開始, 就說他們, 差不多緩為, 依照法律的規定, 對於我們的計程的社區的改善, 他只能拓大, 耕地的部分, 只能擴大到一點多倍, 一點五倍而已, 所以這個先期規劃也是非常艱難, 非常艱難, 那個,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 一年的時間, 現在一百零三年到一百零五年期間, 現在心理規劃範圍是確定的, 確定了以後, 我們開始中間會有一個就是, 開發許可, 開發許可這個案子, 是在內政部審查的, 內政部審查, 那也是我們的規劃很久跟那個, 鄉親所謂的配置, 他需要的, 我們要改善, 這個, 鄰美社區他的腿敗, 要什麼說話, 都大家討論得很好, 討論得很好, 現在在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 現在是最近, 最近內政部真的核定了, 核定了那個計畫書, 核定計畫書, 那核定計畫書完了以後, 一百零五年開始, 內政部也把那個分研的預算, 也補助我們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真正在啟動, 農地那個社區土地重劃, 但是我們說, 它是非常有一個, 依照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第六條的規定, 它這個東西呢, 大家都說的, 先期過後完畢了以後, 開發許可完了, 你要擬定重劃計畫書, 這重劃計畫書要, 很嚴重的, 它是怎樣呢, 它是開啟, 叫做聽證會, 不是公聽會, 聽證會, 我們把計畫書裡面, 包括開發許可一些負擔, 都在鄉親說得很清楚, 因為可能生幾個月的時候, 可能跟我們開發許可, 中央要求的, 可能要聯絡差, 所以說一定要給他們做說明, 說明完畢了以後, 我們還要再重新, 重新, 取得同意書, 你有贊同我們家, 整個內容不, 所以這個, 現在, 大家, 台政處, 不能說, 鄉親, 大家在那裡, 我們現在大概是, 一天, 有三個, 有一個領頭的, 穿了我們這種制服, 掛了我們名牌, 還有包括各位議員, 手邊的後面, 後面我們有一個, 大概有一個DM, 我們會把這個整個, 整個他的計畫, 他的計畫, 把它濃縮在這裡面, 這樣大家鄉親一個拜訪來講, 來講,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目前所做的事項,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取得同意書以後, 同意書以後, 因為它是由下網上的, 一個計畫, 不是我們直接一定要做, 雖然這個錢, 都是中央補助的, 包括我們府裡面, 跟公所都有負擔, 民眾是沒有負擔工程費, 他只負擔了什麼呢, 可能聽得出, 他的財前補償費, 還有他的, 財前補償費的, 我們合計的一些利息, 所以我覺得這是, 中央竟然全額補助, 因為他是在早期的計畫, 中央全部補助工程費, 全部補助工程費, 其實我自己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其實說的應該是什麼呢, 他是學德國的, 學德國的, 學德國的, 那學德國, 那德國當然是我們是, 他是法治精進的, 是非常, 所以我有時候, 我自己跟民眾在交談的時候, 我略為寫一個東西, 跟吳議員做個參考, 那農村, 他主要是提供了農業生產, 好, 鄉村風貌, 文化, 及休閒功能, 政府推動農村社區更新或重劃的時候呢, 他是用激勵, 村民對歷史文化的認同, 好, 自信, 榮耀, 來促使村民來參與, 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基本理念, 既然是以民眾為主, 政府跟專家, 他是因應農民生活的需求, 創造集村的誘因, 再將歷史文化及特色融入, 落實在建設中, 形成產業文化, 農業生產自然生態, 跟觀光合一的特色景觀, 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它是一項高難度的複雜工程的, 艱難而且長期的任務, 每個農村, 他都有他自己的文化, 他都有他自己要走的道路, 政府跟專家, 學者, 我們需要很耐心的跟居民來溝通, 在法定的範圍之下, 我們要擬定長遠的規劃方向, 完成整理的規劃藍圖, 執行上, 我們要很彈性, 過程要很民主, 曾經有決定的權是村民, 所以經由村民的參與, 對文化自己的認同, 政策的執行有充分的了解, 這才是我們說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推動的成功的關鍵所在, 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農民的心理上, 普遍是比較保守的, 所以我們應該結合農村再生, 整理發展的計劃, 教育村民, 他認同自己的家鄉, 肯定自我的價值, 鼓勵村民來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工程規劃跟設計, 建立觀念跟共識, 我們知道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 它主要是代表村民, 所以我們希望協進會, 能夠發揮它的業功能, 最後補充到這地方,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現在邀請我們提案人, 吳翁某議員, 來說明。 主席, 主席, 縣長, 三位處長, 各位同仁, 針對教育劇健康休閒專業區的, 休閒別市區的視力重劃, 不是, 有傳播聽到民眾, 一直翻臉的聲音, 所以利用專欄報告, 要來向我們管政府拿出來, 詢問一下,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的地段, 剛好就是在轉令站的後面, 是精華地段, 可以說是最好的地段, 它的隔壁是健康休閒區, 為什麼這個地方, 給化為北樹區, 我就覺得很奇怪, 旁邊都是, 是專業區, 不是北中區, 北中區是在山上, 是我們以前有幾個的, 開發到很不好, 尤其我們的北樹區, 山, 開發到很壞的那個地方, 我知道, 上面那邊, 那邊我山邊, 山部第一高的, 這是北樹區, 為什麼在轉令站的後面, 來畫一個北樹區, 我覺得很奇怪啦, 雖然, 你可以為作北樹區, 但是, 你也說我很好聽, 我自己為作北中區不錯啊, 以前北中區是, 全比你是四十, 百里而已, 我現在給你開放五十, 八三, 就騙人了啦, 講真的啦, 你可以想說, 一個轉令站後面, 這麼好的土地呢, 你來講做北中區, 來探索, 所以呢, 現在就, 很多問題就是, 整個的幾個裡面的道路, 非常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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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所有參加的民眾, 建立的反對, 這樣說, 開通, 開通一個十六米的道路, 圓圓, 我相信, 觀眾為何要來, 這個市場中區, 這個地方, 主要是, 因為, 我們都知道, 寫稅通車之後, 台九線, 在這一段, 是最塞車的, 最塞車, 就是塞車, 要來開關, 這個地方, 輸出這個地方的車流, 就是要在這裡, 來, 這個中區區開, 開開起來之後, 打通, 我們的道路, 十六個道路, 直接在那邊, 演到後面的, 台二跟延長線, 那條十五米的, 那條路, 包括, 可以來打, 來打, 我們中校路, 包括我們現在, 修前健康區的中校路, 中校路, 來打通, 所以可以輸出整個, 這個, 車流量的, 動線, 可以讓它更加暢通, 但是呢, 中國的區域裡面, 我都覺得, 好像不一樣, 不一樣, 民眾很擔心, 經費之後, 無法發揮, 這個工齡, 後來, 同樣車流, 搭在這裡, 做成, 還有一些大的, 嚴重, 還有, 武蔡政府, 包括管政府, 這麼用心, 來貴貴這個地方, 無法充分, 來, 給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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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通, 通行更好, 所以, 尤其, 尤其, 十六號道路, 裡面, 我們看裡面, 有十二號道路, 五十二號道路, 五十二號道路, 四十號道路, 二十八號道路, 這些路口, 它只准, 摩托車進入, 其他的車輛都不能進入, 然後, 才在北方, 要開一個車輛, 讓裡面, 所有以前的, 社區機民, 沒辦法出入, 以後, 救護車, 垃圾車, 消防車, 還有出入, 要營建的車輛, 都沒有辦法進入, 所以, 這個道路的開拍, 我是覺得說, 很質疑, 也覺得說, 很不正常, 剛才出場, 就說, 要有大事情, 所以我們路, 不要往那邊走, 我主要是說, 我們要輸出交通, 道路, 就是一定要在那裡過, 在那裡過, 就要想辦法把它移植掉, 把道路打通, 直接, 可以貫通到, 我們會說, 醫療台路根線的延長線, 包括, 包括, 通話路, 那個地方, 又開路來, 讓這條路, 真完整, 包括, 不像海的, 那個地方的機民, 這樣是最重要, 這樣頂, 市地床化, 不知道有那個效果, 立健帶, 有些老的立健帶, 人們也覺得很懷疑, 這是不是, 這老的立健帶, 人們就覺得, 你後來這老的立健帶, 要跟, 修繩健康公司, 專用延長那裡, 後來, 是不是要讓那裡的財團, 好好來做, 後來做, 所以人家會懷疑, 尤其, 我們那個所在, 或旁邊的, 可能開一個, 這個, 56號道路, 開6米的, 變成單行道, 這樣說政権的, 這樣可以定位, 不用定位了, 所以, 便是在這裡, 要求我們縣政府, 重新來做檢討, 檢討這個, 最有利, 最, 當地最有利, 對交通最有利, 對地方, 對民眾, 都有, 都有, 能夠, 好的, 這個, 成績出來, 這樣不照, 好, 不然你說, 說政権的, 還可以定位, 定位沒有啊, 定位, 定位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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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這個, 或是說, 我前前, 你早有跟你的手, 沒有, 很多人說的, 就是, 這個人感到沒有看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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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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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 還有, 還有, 因為我是提兩個案, 還有一個, 這個我簡單說就好, 比較簡單說就好, 臨美社區, 土地重化, 臨美社區, 臨美農村社區, 土地重化, 這個案, 我是說, 是這樣, 我要特別拿這個案, 我希望說, 這個案, 當時你推動, 我也了解, 但是, 這個案, 當時你推動, 我也了解, 希望是說, 所有的點字, 還有50%以上, 通過才可以, 還有, has beenLevbul, 當然是你 cuando, 都是造假的, 沒有55% 我可以這樣說, 就這麼說, 因為我如果要推動的人 我想要定位的人 我家10個我10個都回家了 他們家10個也不一樣都回家了 回家了 過半 過半 世界有過半嗎 很質疑啦 絕對很質疑啦 所以現在再重新認定 到底有沒有過半 我想你很清楚啦 這頭一點 頭一點 要做一定要公平正義 就是要符合法定程序 不要造假的弄資料出來說 可以來做 但事實上是沒有過半 民眾反對說你沒過半 你都不會做 沒土地你也等 你也順順頭說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嗎 當然是不行嘛 所以頭一個質疑這點 我希望你們現在要質疑 現在要做 如果真正能夠達到過半是 當然民眾還是會接受 但是其處呢 重量就說什麼 就說 土地呢 我們的土地建立 建材的地方 還有農地 基礎的地方 跟建材 以前沒路的地方 這個分攤的比例 一定要很清楚啦 你說我是農地 我是路兵 我本來就是26歲的路兵 你叫我出50% 沒農路的人 也是一樣出50% 還有建材的人 沒路頭的人 他才出50% 這樣怎麼有公平 所以很多農地的地主 不能接受 所以我希望這個要好好去思考 好好去溝通 你們如何去收服這些人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以上呢 是農時針對這個地區 勢力從話得益的看法 給民眾的心聲來在這裡 向憲主做一個建議 好 謝謝溫某議員 繼續我們請林辰公言 主席 館長 局署首長 公聽會 我有期待啦 主席 主席 你說的其實 政策說明還不夠充分啦 我認為是好事啦 尤其農村再生計劃 你說的 大部分的經費都來自中央嘛 分的比例也得以嘛 我看剛才都有公園立地嘛 如果買的地方其實很漂亮 但是 如果需要我們議員去幫你說 因為我有問過 你說沒有公辦失辦的問題嘛 也就沒有私人 像類似東北瑜 有輸人說去圍籤什麼的 這個問題 應該是這樣嘛 你應該大聲說嘛 這是好不容易拿到的 拿到的經費 跟我們聲音 跟我們這兩個案而已 跟一般過去的開發人不一樣嘛 他公家要一萬嘛 要有農村再生計劃 比如我們豪華農村 要有土地豪華 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在政策論述的中間 隨便我們道公也不用客氣嘛 因為你說道歉有過不過 我相信好的政策 把環境變得漂亮 有公園 有綠地 有聽者庭 哪有什麼不好 因為如果買的地方是環境有夠漂亮 所以我這裡是要 我正在你說 聽證會啦 我也是跟你講什麼 只要是好的政策 沒有私人餘地的問題 大聲說 沒關係 尤其你能夠感受 我也感謝處長 這是其意啦 另外就是說 別墅玉區 我們現在說的是別墅玉區嘛 那個 三座對面這個 對嘛 別墅玉區嘛 處長你知道嗎 這是拿北嘛 拿北 這個是拿北嘛 另外那是別墅玉區嘛 有一區一區嘛 不是 山山那的那個 山山對面那個 轉印站那個那個 不是那就是 我強調就對了 剛剛 吳議員在說的 轉印站的概念 如果你在那邊把它訂別墅區 是不是發展什麼怪怪 如果十年前 幾月跟十年才後的幾月 都一成不變 我最近也要感謝 幹部處長 針對水族園95年定的地方 現在已經10年以後 調整所在 尤其是市地的概念 我們不是很好 因地制宜 大家接收度會高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要把處長說 處長 你那個部分一定要考慮 過去那些問題 東北儀 公用歷史不夠 自來水不夠 温泉水的部分 我是建議 如果能夠把它全部到位 不要土地開發以後 價值 每一次都在那邊挖溫泉 再會管線 這是我們 要增加土地價值 剛才說的強度 如果你轉運站要移 那當然你可以編部署區 如果你轉運站 一直都會在那邊 你要重新考慮 因為轉運站的旁邊 你在部署區 那個使用的強度不管 商業行為也不管 我先建議 好 謝謝林成功議員 繼續我們邀請林希敏議員 好 主席 管長 主席 對這兩個案 我沒有什麼意見 我剛才看的一個地圖 1.6公頃 1.6 公頃 1.6 1.8公頃 我想想 過一條路 歪歪歪歪 好像縣正中心的時候 路稍歪歪 不能幾年都記起來了 我們管政府的開發案 當一個篩檢的 都不受八成的接受 我相信所有的開發 你說縣正中心就好了 早上二十幾年也不成就 我先說 健康休閒中心 別墅區也好 不用別墅區了 要讓人住 現在你看 住人都去那裡 那些都比別墅區高了 現在議員市在去 賣三十幾萬 一坪賣三十幾萬 比別墅區高了 我覺得 真正幾位是這樣 給八成住一個舒服 給八成走舒服 給八成有名停車 都沒有 別墅區你停下來 我們政府停下來之後 停車到你待會兒 我看沒有停車到你了 沒有停車到你了 沒有停車到你了 好 因為你裡面 要多久都都被圍圍起來 停車到你路邊 我想說 一個政策 不要當一個篩一個 要整合 想到什麼 停車問題的想到 你如果想到日本 都沒有什麼踏車 我們路邊都沒有停車 我們政策的 都停車問題 都出問題了 每次一般人都停車到你路 反正我自己說 蓋土楼都沒關係 蓋土楼蓋 蓋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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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第二次 三百 三百的停車位 之後 跳過一號 一個停車位 一號 還有兩個 要兩台車 三台車 兩台 要停車 停車到周邊去了 所以我有覺得說 政府要規劃的時候 在規劃當中 一定要規劃一個立體停車場 跟市學一號的開發 真正有八社有很多師傅 不要經常想說 別市區 蓋土楼 蓋土楼 那以後你們又來邊境 可以融資 又移轉 又來蓋土楼 對八社的節目說 都對財團 比較有利益 我以上 好 感謝兩位林議員 以及我們的吳議員 那我們現在請縣長來說明 台會主席 林副議長 各位議員請 感謝吳議員 和林勝公 林審議員的指教 我分成兩位部分 第一 如果現在要檢討別種區 剛才吳議員說的公共保障 這是結尾道路 如果我們都檢討 通貨檢討 我們大家可以再等十年嗎 這頭一個問題 第二 剛才說的這個分區裡面的容積建壁 我們現在當然 現在這個轉營站 放在這裡 如果長久來看大家的發展 未來更長期 配合鐵路高級 這個轉運站應該是不適合在台球線路邊 所以基本上 長期來看 如果要做檢討 大概會有幾個問題 至於吳議員 剛才所說的裡面 這些細節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建設局和地政局 開始在做當中的調配的時候 我想要再去台風 跟這些相關的地主 大家說清楚 因為這裡面有面對 靠北平的建層區 就是我們去好的地方 你要怎麼讓他們有一個好的出路 其實那個地方 我相信業務單位 有很多苦慮 當然 對剛才說的相關地主的疑慮 還要怎麼去改割 我們後面再請兩個單位 配合靜庭來做 我們當然 優先希望說 可以用這個公園保障來開 可以來改割打架募情地區 所改台球線 移立市区的交通的擺盤 所以這個部分 地區的做法 或是長期的做法 我們國議員的意見 我想我們可以來擁立 至於南部的農村社區中央 我想除了南部之外 我們環境會的推動這個計劃 優先都有重要的公共利益 對著南尾村現主席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低調嘛 有水啦 那個地方 一部分配合這個 16個的農地中央 這個地方基本上 大家向我這邊過 要進入未來多次的區域 可能要超過20年以上 所以這次的機會 應該是很難得的機會 當然 不用來跟民眾對話 因為我們管政府是提供這個平台 創出這個主委 這個案子會成功 像我們一樣 那個地主如果沒有超過一半以上 大家認同 這個案子就很難殺 所以除了地政主這項專案的 當然要下去 來跟大家更清楚的水平 我也知道 憲主席 大家只有一個關鍵而已 剛才吳議員說的 那個比例 公平 這個地下的一個換算 過去我們在做 區段營修或市立中央 都有一些經驗 我也希望說 醫師長這項應該要跟這項大家的看法 路邊的計單 沒有路頭的計單 怎麼讓大家覺得很公平 這個負擔是大家公開的 未來的利益是公開的 這個損益之間 要讓大家算得很清楚 我想對南北的這個重要 就是南北社區也 社區營造很久了 那個地方 我們未來二六山 二六山新開的道路 也會做一個很好的開票 所以後來這個地方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目前這個早期 這個地方是沒有農村 沒有農地中央 所以這個機會是很難得 大家如果看到那個計位 我們優先就是要改革 我們要來做一個 小型的農村型的污水處理廠 配合以前那個 沒有農用的自宏池 另外就是 對南北已經有做到 提出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我們得 現在中央有一些主委 也不要把那個主委 做到沒有農用的基礎頂頭 那個地方最漂亮的就是 那些污水 那些白水流行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計畫 做得更完整 所以後面的交通和協調 我也希望 餘處長要請人下去 一定要有關鍵的問題 我想先對來 先用一個工作方 跟議員 地方的頭人 先來讓他們知道 大家的內容是什麼 大家的看法是什麼 都公開說 因為這個面積也不大 政策也不大 我想這個 只要資訊透明公開 大家可以說清楚 我想這個後面的推薦就比較快 現在我們阿蘭先生也是這樣 本來要改革那個有救無路 差不多頓了一年 但是後面 這個地主還發覺說 這個機會很難得 慢慢慢慢可以形成 本來真的算了一個 但是大家放棄 我們就要再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 將已經有成功的經驗 跟現在在進行的當中 請專業單位 我們專責單位 再把這些事情 再慢慢把它推進跟釐清 謝謝各位的指教 各位同仁 請對這兩個案 不知道還要補充嗎 我來做個結論 對於本案 郊西的健康專用區 休閒的別墅區 區域道路發射之不當 應重新檢討 考量區域內居民之習慣與需求 提升開發之效益 並應該與民眾 有一個窗口來作為溝通 達到最好的效果 這個是對於我們的 交系健康專用區的一個結論 第二個 這個臨美農村社區重劃 應依法定程序辦理 對於用地之規劃 分別使用 均應充分與地方民眾 溝通說明 提升它的推行的一個效益 以上這個結論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這個案 就這樣決定 那我們現在還有半個小時 要來進行 施地之化射 騎乘及管理情形 現在這樣 時間也不夠 因為你們提案人 三四個 我想不想是一樣的 來進行 打算打到11點結束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麼提案人 第一位是我們的 吳翁某議員 第二位是林月賢 第三個是邱家進議員 第四個是江碧華議員 那我們現在請 相關單位 這些報復 這個報復是 龍月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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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這樣不行啦 我來講 沒有啦 沒啦 沒啦 那個是李先生 打的 李先生 你自己看的 你自己看的 你自己採用 台公這兩個村子要留野兜 你發説是你們自己採 採採來沒水 現在要過來申辦案 那你們採過了嗎 沒有啦 現在是採電了 這個時間可以完成 你告訴我 主席剛才的紀錠 紀錠就採過了 採說我們採去寫兩條案 讓我們兩條寫山 不知道大家的效率很近 你這樣 不要浪費時間 這樣可以 我告訴你這樣就好了 沒有啦 你就... 因為後面我們的專欄 還有很多 這樣沒辦法 我告訴你 這樣就一直開 開到十幾點 你們剛才說什麼 都你們自己在說 做主席也要說一下 有一個羅網才可以 對嗎 還有三十分 會長 沒在問四個提案人 對 對啦 四個提案人有意見嗎 對 沒有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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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主席 主席 既然我們現在四個提案人 說說說之後 我會報仇文 外館長還來報告 這樣不連打 要先買 沒效果也沒關係 不然你繼續開 你自己說的 對啊 議長什麼意見 沒有連打 我會報仇文 外館長還來 台北 外館長還來 台北 外館長還來 這麼有一個 外館長還要無言 我們 副議長 這是 時間是我們大家的 時間 跟我說 你再去就採這樣嘛 你就採說 採要搜就對了 今天早上的會議到這邊結束 因為農業樹樹長也不在這邊 也沒有辦法進行 好 感謝各位 黃毅菊議員 抗議有下 三位 下午兩點 下午兩點 請各位準時 謝謝 請大家